好,谈到辣的美食,你有没有听说过皮线豆瓣酱呢? 它可是被称之为川菜之魂 独特的酱香味,以吃醇料理提供了香辣口感 其实豆瓣酱的制作可是相当繁琐的 要不断地翻搅、发酵、传统工法 至少得要花上一整年的时间才能够端得上台面 而且发酵时间越久越入味 所以一年跟八年的价格就足足差了有25倍 五花肉,来,放到水里面先 肉要先滚水烫过,七分熟才能切片调味 然后放入豆瓣 酱料加入蒜苗和肉片快炒 白肉慢慢泛着红色油光 四川名菜,回锅肉上桌 辣椒面,肉末 还有这道你我都不陌生的麻婆豆腐 勾芡前要在热锅里轻轻搅拌 两分钟不到,香气扑鼻 豆瓣给它提供了香味,提供了辣味 有听出关键字吗? 就是这些下饭的传菜料理 散发浓郁辣香味 背后大功臣就是豆瓣酱 豆瓣酱要散发浓郁的酱香味 得像这样,天气好的时候呢 把所有的钢子全部推出来晒太阳做日光浴 让它的水分能够蒸发 至少得放一年左右 而且这当中最重要的过程是要不断的翻搅 促使它发酵成功 发酵是我们这个豆瓣 生产的特殊过程 一大瓣一大瓣的钢子 装满的是年龄大小不同的豆瓣 有的才半年,有的已知七八岁 只要天气晴朗 每天都得翻搅照料 而且顺序不能乱 从边缘往下勾上来 要让底层的豆瓣也可以享受阳光 晒越久,发酵越足 味道慢慢转变 翻晒完毕得铺平 仔细看还看得到一片片的豆瓣状 这就是豆瓣原料蚕豆 把子要下勇开水弹一点 弹挖后要把把子浸泡在水中 将吸收水分的蚕豆拌入面粉 还得等待一周 让微生物分解营养物质 前置作业才完成一半 接着调制盐水 将蚕豆浸泡在里面 才能到晒场等待至少三个月 这叫做甜拌子 再来切碎辣椒混入食盐 红彤彤的这碗是半成品 跟发酵后的甜拌子混合均匀 我有点辣椒味道 这个比较重 它叫生味道 它辣椒的生味 它发酵还没成熟 还得晒个一年 豆瓣酱才能端得上台面 光是这里就有四千缸 是全球最大的豆瓣酱晒场 但其实豆瓣酱原料 蚕豆和辣椒 四川皮线都不生产 却因为平原地形 有特殊菌种 让豆瓣发酵味道特别美味 这个空气 宜生菌 菌种 这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模仿的 第二个就是它的水土 它只有青藏高原下来 这个地质 这个地下水到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水质最好 这就比较吃的了 所以有的可以摆到三年 五年甚至八年 豆瓣会更浓稠 颜色黑的发亮 但搅拌得更费力 但价格比起一般的一年制 约台币百元 八年价格可以到两千五 整整飙高25倍 技术也得与时俱进 看起来像是浴缸的池子有数百个 上面有棚子遮蔽 一来避雨 缩短发酵 周期变成三到五个月 二来半自动化产现减少人力 不过比起传统的豆瓣味 还是不同 这个四则可以 蒜香味比较足是吧 所以用辣椒 蒜头 豆瓣原料 不断试验浓稠度和口感 有的适合涂抹 有的适合烹煮 依照需求卖给不同客户 从餐厅大包装到一般家庭豆瓣酱 2017年皮线豆瓣酱产值达到120亿人民币 折合台币约552亿 更逐步打开国外市场 其中美国 加拿大 德国 就贡献了1500万人民币 约7000万台币的销售额 现在我在麦当劳 我看了美国新闻 他们说麦当劳有四川的辣椒 好多美国人你要吗 甚至国际媒体报导 美国麦当劳曾经推出四川辣椒酱 原料是皮线豆瓣 虽然消息没证实 但给了传统豆瓣酱 研发更多新产品的方向 传统豆瓣酱也研发新产品 以前都得进厨房跟大火一起快炒 才能够上桌 可是现在只需要简单煮个面 就能够加进去搅拌一下 立刻吃下肚 不管是把面条加上豆瓣牛肉 或是淋上豆瓣香菇 不需拌炒就能立刻入味 还研发豆瓣香菇菜 撕开就能吃 打入飞机餐的供应链 连台湾人很熟悉的 统一泡面 里面调料包 有些也有皮线豆瓣酱的影子 利用豆瓣当基底 让泡面更有辣度 还有酱香味 餐饮的用 包括你说的统一 还有很多食品 它都要用我们这个豆瓣 它仅仅局限于在厨房 做一个调料 它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把它拓展出来 拓展成发挥它的酱香味道 皮线豆瓣加 我会开发很多即时产品 完了我就拓展它的市场 这个市场会成倍的拓展 要市场倍数成长 得想办法兼具传统工艺 又要改进自动化生产技术 才能让有川菜之魂 称好的皮线豆瓣 更加扬名国际 TVB新闻里 黄龙青山四川皮线采访报道 市场正在同节目标